花蓮市公所8月9号起要展开狂卷病疫苗预防注射及宠物登记的服务 请饲养猫或狗的乡亲在指定时间内可以前往就近的指定地点带着宠物前往施打 同时记得要办宠物登记给宠物一张保护的身份证明 花蓮市公所表示狗和猫是人类最贴心的伙伴 决定饲养它的时候就必须善尽四组的责任和义务 所有想要养猫咬狗或已经养猫咬狗的人的一些什么意思 为了有效的预防狂犬病的传染病 花蓮市政府也有特别做一个宠猫的身份证疫苗的登记 可以把各位市组的这些宠物列入我们管理的清测里面 每年定期来做这样的一个狂犬病 甚至其他犬猫的这些八合一 甚至其他的传染病的预防的注射 花蓮市公所8月9号起展开了 狂犬病疫苗预防注射及宠物登记服务 请饲养狗或猫的民众在指定的时间 就近到指定地点来施打疫苗 同时也办理宠物登记给宠物一张保护的身份证明 花蓮市110年的狂犬病疫苗的巡回注射 花蓮市公所排定从8月9号开始 一直到8月底都会有到个里去做一个巡回的注射 请各位市组能够配合市公所的这个期程 把家里的这个宠物带到我们的注射现场去 那同时因为疫情的需要 我们会做一些失联制的一个入口的管控 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这些疫苗的一个巡回的注射 注射的时候请各位市组能够带身份证 跟犬猫自己的这个卡片到现场去 我们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来帮大家来做服务 花蓮市公所已经发送狂犬病疫苗注射通知单 给所有登记的各个市组 由于还在防疫期间 也请市组们要遵守防疫规范 戴口罩、量额温 并且保持室内1.5公尺防疫距离 同时要带身份证以立登记资料 如果没有办法在排定时间内完成预防注射 可以前往花蓮县动植物防疫所 或者是花蓮市各个合格的动物医院来注射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